大家好,我是天狼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你买了一颗月季的小苗 该怎么处理 首先拿回家 我们很有必要的是 一定要换盆 那么很多话有这个有个误区 觉得小苗夏天拿回来 它就不应该换盆 怕浇水不当导致藕根什么的 那么天太热 它这个不敷盆什么的 其实只要你不是用的 非常饱水 非常板结的土 那么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你自己换一个60的美质袋 它都没有问题 我们都这么干的 那么不换盆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因为夏天很热 我们这个盆很小 你贴的盆壁 这边根系 它很容易被太阳晒到滑盆表面 导致了快速升温 导致了根系受损 那么你大盆 它就缓冲能力就很强 因为盆很大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并且你看这样一颗 就拿这颗黑八克来说 我这个小盆 你得天天浇肥 如果不浇肥 它的生长根本就长不起来 因为盆已经小到 没有办法继续攻击我们这个苗了 一般我们是怎么来 鉴别这个盆跟苗的比例的 你看苗整体长势 粗壮程度 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另外它的一个整体的灌幅 已经超过盆了 而且根系长满了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换盆了 它就已经必须要到换盆的时候了 不能再拖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一颗苗 就是我们收到的苗 它基部的这些叶子 就是春天第一波发生这些老叶子 在我们换盆的时候 最好把下面这些老叶子 扒了掉一些 最下面的一两层给它揪掉 这样的话 我们往往一些隐形的虫卵 都在最下面 尤其小红 都在最下面这些老叶子上 我们把这些基部的叶子扒了掉 使得下面通风透光 而且降低它的这种病虫害的支生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扒了掉了之后 使得基部的这些崖点 能被太阳很好的照射到 使得它更容易快速的出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夏天混盆 不介意大家把这个土打散 尤其是有根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夏天我们这个根系 其实你看的根挺多 但是它的根系非常非常的脆弱 所以夏天我们换盆尽可能圆盆不动 顶多是把上面没有根的 这一部分的土给它掰掉 下面有根的不建议大家去动 那为什么冬天又可以了呢 早春可以 因为冬天秋天早晨这种低温季节 它的根系是比较发达的 而且根系都是一层一层的 累积在下面 你打展了有利于春天的新根系发育 那么夏天本身根就少 就那么几个白根 你还给它扒拉掉了 这个就真的叫得不偿失 其次呢就是大家还有一个 愿意做的就是拿到了小苗 咔嚓一剪了就剪掉了 那这个时候在夏季高温季节 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的 因为这么做你剪掉了 你看一般花药要修剪 基本上就从这个位置剪掉 基本上就剪成这个样子 这样剪掉你能换来的是分支变了几个 但是这个分支非常细弱 你这么剪掉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很多毛细根 死掉 你买的苗你看那苗挺壮的 然后其实你剪完一个礼拜你拔下来 发现这些新根全部都烂掉了 所以说修剪对于它来说是危害是非常大的 当然这种修剪就是你剪掉的原有的叶片 超过三分之一的量 那么一般小苗受到了 我只建议大家把蚕花剪掉 然后把瓷条给压下来 你看你这样一压下来 这个笋蹭蹭蹭的就晚上涨 夏天不影响它发笋的 那你这样的话到秋线这边就很壮了 就能爆盆了 而且花也能开的美美的 开的更加标准 好了 那么夏季小苗 到手 我们其实无非也是这样的几种处理方式 当然记得 夏天不管天多弱 月季不能遮光 这个一定是强调 月季是个喜阳植物 哪怕天气40度 你也不用遮 没啥问题 你看我们露天这个花在这 哪怕我们这么懒不修剪 你看叶片都很健康 只要被它晒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次再来说一集